哈利路亚 哈利 哇好高兴啊 又一次再来看我们台座的弟兄姊妹 平安 平安 我们在这边真是喜乐洋溢 每一次来到主编节的时候就是不一样 今天早上的时候这句话 就大大的来扶持我 他说 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有时商送死 灵克 彼此教导互相劝谏 心被恩感歌颂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很有啊 他说无论做什么 大事小事什么事都是 或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救命 借着他感谢父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觉得伊甸园教会 真是满了喜乐的教会 我都不想停了你知道吗 我在想还要继续啊 唱十歌 哈利路亚 真的是在灵敏院释放的军期很不一样 今天啊 不是在于要讲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 如果帝文棍知道的话 这个是一个新的年度 这个新的开始啊 崔浩节才刚刚过 然后又一个开始 在进入这个祝宏节的时候 这样的时期 这样的这个节期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到这个年前 我们怎么来细细数算神的恩典 所以在这这段时间啊 那台湾有几个教会 他们邀请我啊 他们是希望说 老师啊 我们很希望啊 多这个经历一下 多了解一点啊 你自己生命的经历和见证 啊 因为他们都很了解啊 我平常啊 天天都在上圣经的课程 去啊 那个说 前几天啊 高雄的王医师啊 他夫妇啊 他特别带我啊 到台北啊 跟林书房的这个 这个张启明长老 我们见面 哎呀 那因为啊 以前啊 我通常啊 都不太说法 来到台湾啊 就当作啊 旅游好了 最后回到家里面 安息就可以了 也没有想到 要在那边禁止做什么 那我里面就想 哎 这边有弟兄们啊 就兄长啊 他们有很多的发表 我就多听就是 我就从来没有考虑啊 我要跟他们讲太多什么事 但那天啊 王医师就跟这个 张长老说 张老 你真的要听听 林立牧师啊 他的教会 他的分享 他的分享 几乎他每一天都在赶着 就是因为他很想进入 每一个圣经里面的章节 你们如果知道啊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电视上啊 其实在YouTube上 你们现在手中就可以直接到YouTube上 文修基金会啊 现在现场直播就是这一节目 哈利尤雅 所以他们这个在每一次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 哇 真的很棒 因为我们一早就是进入主的话路 就是在诗歌 诗章 宋慈玲歌中啊 金里神 每一天早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这一段时间 因为我记得我是去年的时候回来的嘛 对不对 那今年年初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什么 新冠疫情嘛 新冠肺炎 国内的这个弟兄姊妹啊 就很早很早跟我打电话 因为当时啊 那整个武汉都封城了 那么当时的话 整个中国几乎好几个城市 通都要被整个封城 那好多的弟兄姊妹 连聚会都没有办法去 所以他们就打电话到美国来说 牧师啊 我们现在真的面临到一个教会啊 面临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考验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维持 教会弟兄姊妹的生活 您可不可以透過網路來幫我 那我想一想 我的時間跟你們的時間差距很大 我只有一個時間可能可以幫助你們 就是你們的一大早6點鐘開始 到8點這個時段 我可以來幫你們 那這一段時間是 台灣大附的時間是早上6點 這要付代價 那我說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辦法handle 處理這樣的事 不過如果你們願意 我就願意每一天這個時候分別出來給你們 因為我其他的時間我自己都有事 在美國有很多的事情要服事 那他們說沒問題6點 Hallelujah 結果中國早晨5點鐘 他們6點鐘就起來了 大部分然後6點半 施商送詞 然後我們慢慢地調整到7點開始講課 你知道嗎 從今年的1月份開始 我們從1月份開始講什麼 講整本聖經的歷史書 歷史書是除了創初立名聲 摩西古記對不對 接下來是什麼 書 士 德 薩 薩 王 王 代 代 拉尼斯 十二卷是不是 這十二卷可不得了啊 大部分人能夠讀一遍都哈利路亞了對不對 我們從今年1月開始每一天逐卷逐章逐節 也一直講講到現在 我們大概基本上 約束雅記 士師記 路德記 善美爾記上 善美爾記下 好 現在呢是在烈王記下 因為烈王記上已經講完了 那只剩下烈王記下還有什麼 後面有一大段我們是前後呼應加記來講 也就是說後面拉尼斯 以斯拉尼西米 以斯帖 我們全部都講完了 然後呢 我們倒推回來 把這個歷代至上的這個第一章到第九章 你們現在翻翻聖經 你就知道這個上面寫什麼 上面寫一大串的什麼 傢伙的名字 哇 弟兄怎麼樣 從來沒有他們 這個 因為我們學生裡面很多的牧者 很多的傳導人 他們說 老師啊 我們真的無法想像 這一大串這個傢伙能夠講什麼東西出來 但我沒有想到 我們那個傢伙幾乎講了半個月以上 而且是每一天都有 最重要的是什麼 講完了以後 他們的人啊 裡面的熱情啊 還有這個什麼 聖靈的感動 玩玩曲曲都要進到人裡面去 你們如果能真正的進到聖經的身去 你對神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不起啊 我本來今天要講其他的內容 後來我裡面就很感動 我覺得應該要把神的話帶在你們中間 我個人沒什麼了不起啊 要講自己的故事啊 太多可講了 但是我實在是要心裡面有一個奉獻和負擔 我們弟兄姊妹應該要到主的話面前 他有好的身跟力氣 如果在這個事情上我們沒有做好 我們虧欠神 如果在這個事情上我們沒有做好的話 我們對孩子我們下一輩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帶領他們 所以神的事啊 叫我只要帶領一個負擔啊 來到每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借著聖靈的工作 然後把每一句話打開來 你要曉得啊 聖經中的每一句話都帶著光的話 你就不會隨便的輕易的放過每一句 今天下午一點半 國內的同工啊 還有馬來西亞各地的 我跟他們講好了 因為我要在這邊要分享一些國度的施工 但是我已經都安排了所有的這個服飾的學生 你負責了一段 所以我不需要這個上課 他們已經進入了 為什麼? 整個禮拜他們都在努力 整個禮拜他們都要進入神的話 哎呀 我真的是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這個跳拓今天的講稿蠻多的 但是我裡面實在是有一個負擔 我覺得啊 這是你們所需要的話 來弟兄姊妹 本來啊 我要講的是生命中的見證 也實在會跟你們提一些 但是感覺上面 神寧可讓我跟你們講 這個生命中的見證是因著神的道 神怎麼說 你怎麼做 口對口 眼對眼 心對心 他的口要成為你的口 他的手 他怎麼樣的形式為人 你要怎麼樣形式為人 他的心要成為你 他的心你要看得清清楚楚 你要抓得住 神如何把這個時代的這個器皿 帶到你這邊來 你還不敢趕快接受嗎? 你還不趕快跟上嗎? 弟兄姊妹這不是一個小事 你們看看這個圖 待會我們每一個主日下午 我們故意用主日下午 因為太多弟兄姊妹早上有聚會 我們用主日下午 讓各教會的弟兄姊妹 有機會進入到這樣聖的話題裡面 我們在講什麼? 聖經史第凌晨總覽 聖經當然是我們的根基 聖經是唯一獨一無二的標準 而在這裡面你要看出三條 三條三滴好像是個立體的概念 第一個時間走歷史是怎麼講的 神在歷史裡面與人的關係是什麼? 神怎麼樣在每一個時代 跟我們先祖跟先知們 在就業裡面多次多方 多分多方的 透過先知向你說話 到了新約的時候 祂在0裡面 на子裡面 向你說話 在基督的裡面 弟兄姊妹 祂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如今住在我們中間 封奉的那家有恩典有實際 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的事 祂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哈利路亞 祂今天怎麼說話? 他今天就是借着你来说话 阿们 你无论你到哪里去 或说话或行事 你都成为子的说话 你都成为神的出口 你的行事为人你要小心 你不要在教会里面还像一个人 还蛮不错的 你一出去了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嘴脸 我们常常有这种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 因为你要时时刻刻记住 你就是那个子的说话 你必须要代表神 在地上为神说话 把神说出来 把神说紧在这里面 你会不会轻易 你会不会轻散 你会不会随随便便让主的话就溜过去 你不会吧 你一定会很仔细地来到主眼前 主啊我需要你 我要抓紧你 你看看这位弟兄 这是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学生 去年大概七八月左右 老师在马来西亚待了大概一两个月 这个学生他来的时候 他对那个电脑很熟悉 但是他有一个负担 他总觉得说他要把他的恩赐 用在神的话上 他就自己做了这个表 来你看看 你现在一定看不到这个是什么东西 密密麻麻 花花绿绿对不对 我告诉你只要你看得到每一个字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多长 他从天花板上一直拉到底下 两公尺以上的高度 你知道他在写什么 写所有的圣经历史 写在一张纸里 你硬都念不出来 他那时候 他为了要让我知道他花了几年的功夫 然后他把他印在他的家 请我到他家 从那边拉到那边 地上要很仔细跪在那边砍 才有砍的刀子 你看看这个是这样的功夫 但是重点是上帝借着 他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以后 整个生命有其大的改变 他开始摸着 有时候他以为的得着 居然是什么字句上面的道理上面的事 当他发现在圣经里面 每一句话都带着亮光的时候 他的圣经开了你知道吗 我们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你先不要想说你能为主说什么 先安静下来道听自己 让主做功在你里面 如果不能为主做功 你不要想你能为主做什么 让主做功的意思 就是让你成为一个道中的器 让神的话丰丰富丰富的住在你里面 注入进去 阿们 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知道吗 神的话就开始产生亮光 他没有想到 他原先我鼓励他 大概经过的那两三个月以后 我就说好我们主日 我们就来讲这个 你要先预备好 刚开始他预备的时候 他觉得他预备的蛮丰富的 蛮丰富的 只有你知道预备什么 这个都是后来的事 他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预备这个 这个我跟他讲的七日论 你们这边因为动作后比较慢一点 我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个机会跟你们讲这个事 我一页一页的跑一下 这个是时间简史的部分 你们那边的话可能要用最大的萤幕 不然的话第一次没看得清楚之后 然后这个是从伊甸园 你看你们教会的名字都在里面 伊甸园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然后从创造论里面 从第一天神造天地的部分 他怎么写的 在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 那你们这个速度都比我慢很多 没关系 我就先一直往下播 你仔细看就好了 你仔细看 因为这个速度 可能你想一想 哇天啊 怎么那么丰富啊 那么细致啊 你要知道创世纪第一章才几节经文啊 但我们讲了好几个礼拜也讲完了 没有讲完为什么 因为当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以为半个小时就讲完了 他真的以为是这样 结果后来呢 我说哇 平在这边 因为这里面太多东西 你根本没有挖透 结果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深入 深入再深入的时候 他才发现哇 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 跟启示录的最末两章竟然前后不应 他完全没学过 兄姊妹应该还记得老师以前讲过 不要还给我啊 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四样东西 在启示录最后两章也同时出现 你记不记得是什么 第一个是生命树有没有 第二个是生命核的水有没有 你知道第三个是一组东西 哪地的核里面的金子是好的 对不对 哪地有珍珠和红蓝 记不记得啊 你如果到启示录你们发现 那圣城新耶路撒冷全城都是金的 然后那个门是什么门 珍珠门 他那个墙是什么墙还有根基是什么根基 保湿的根基 阿们 金真主保湿 老师啊那还有第四个是什么东西啊 第四个是一个女人啊 这个女人被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 亚当对她说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有没有 待会我给你们看看骨中的骨肉中我的家 那我告诉你啊 弟兄姊妹 到了启示录的时候 二十二十一章 你看到那圣城新耶路撒冷游天 游神乃以从天而降 好向心腹预备好了等候丈夫啊 弟兄姊妹 前后完全赴命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概念 有一个深层的印象 就是圣经啊 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 你能不能发现这个启示在哪里了 你抓住了这个启示 然后跟着这个启示走 你每一个时代 无论是过去 现在或未来 我告诉你 神的道从来不变 他非常清楚他要往哪里去 他非常清楚他的源头在哪里 他也非常清楚他的重点在哪里 你的重点在哪里 好说时候啊 我们想的哦 真的 比较浅一点 网路上好如果有弟兄姊妹来听这份信息的话 我们以后还会再加强 那今天这样吧 我们还是回到原来跟陈牧师啊 答应他要跟你们分享的生命的宪圈 神明的宪圈 圣灵里面画 他被人说话的时候 凡有耳的动音当听 你有没有耳 有 谁没有耳 谁没有耳 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耳 但是凡有耳的就能当听 就好像神啊 我们求主啊 用那智慧和启示 你光照你们的心眼 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个眼睛呢 他不是只是在这一边啊 还有这一边啊 看得到 摸得着 有光照 有启示 有亮光 有指引 你有一个耳 是可以听见的 那一般人啊 不一定听得到 连我们亲爱的以利亚 你看看大明丁丁的先知 你最近如果上了老师的课的话 你们现在在网路上 你只要到YouTube 打文修基金会 你基本上每一天早上 你只要早上六点半 起来 你就开始看网路 你就会发现 每一天都是在什么 神的话课里面 除了星期六 星期六是三喜日 所以我们做国度的事工 那么主日的话 我们就下午 因为我们不想影响各教会 那每一天 星期一到星期五 天天都在神的话中 若是你真的有一个心 主 我实在要在神的道上 生根理清 你不要做别的 你只要好好地 进入主的话就可以了 阿们 好我们进到生命的见证 这个是老师三十五年的经历 这三十五年实在是 这个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我们以一句话来说 我盼望我们所说的 是真实我们心生 有时候嘴巴说一套 心里面想有另外一套 我嘴巴说我要谦卑 我心里面是狂傲 会有这种事 所以我都一开始 我就提醒自己 我在讲述 这三十五年的生命经历的时候 我要更小心地活在这个面前 更小心地看住这个狗 耶和华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言不高纳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这是这三十五年之间 常常必须要提醒自己 因为常常有很多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主一面交给你了 但另外一面 又交给你讲 你身上是有刺的 好多的拦阻 好多的故事 叫我怎么样 必须平衡在他的中间 如果是不靠着他 我早就死了 根本活不到今天 下一页 兄姊妹 这个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因为一年的开始 也是一年 常常要经历一件事 就是说算是祖恩典的时候 年尾年头的时候 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 2013年的那一年年尾 2014年年头在耶路撒冷的故事 那今天的话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今年2020年的故事 因为太多的故事太多了 所以要回忆以前的话 这个是一个感恩之旅 完全是感恩的 因为我们自己是断续的生命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够走到哪里 甚至于我早就不知道多少次 在飞机上我都跟祖说好了 因为已经有太多次好像快要走了 所以那个里面就有一个感觉 随时足 你预备好 我预备好 你真的现在就带我走 我也不要带人 你看 就要有这种心 你要打这个仗 打神伯度的仗 你就必须要这样做 不然他打会赢了 随时就会被人家清分了 这撒旦是恨不得把你给怎么样 抓走了 好来下一页 这个是我真的感恩 非常感恩 因为这段话 是生命中非常长的一个历史 那前面的我不讲 前面的话是真的从小 就是在神的恩典中成长 我今天看到好多孩子们 我真的很高兴 我们有下一代 我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 我现在是祖父辈 祖父祖母这一辈 比如我妹妹的女儿 以及生孩子 我爸我妈他们都变了 突然之间都升级 这一轮了 来我们再下一页 在你过的这一段 35年的岁月中 总过了非常多的历史 我后来发现 神特意的 着摸你 标准你 但特意的 又让你怎么样 压抑在你那个环境下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 你才能真的成长 我在建国中卷第一年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时候意气风发 全校有一个上届的 连三榜首 就是全国的榜首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号人物 居然是空手刀社长 哇 我们这一届 二号都说 这是什么人物啊 语文语武都行 所以我们大家都冲过去 结果我没有想到 我在高一下学期 我就接续他当社长 当时 你要知道 在整个建筑 最多不到位 在高一就可以坐到这两个位置 然后后来呢 讲远一点 我的下一届 因为 从我这边开始 我把整个社会 历经土制以后 我们下一届 拿到全国的冠军 所以他们那届 所有参与比赛 全部保送台大电机 还有什么学习 就我没有 就我没有 因为为什么 我是刚好转接的时候 所以我 我所有的 就什么努力我都做了 但是什么好处我都没拿 就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到大二的时候那一年 故事很多 每一天 每一天 都是在圣经义经 还有什么日记 天文物理学各个方面 这个因为是我的兴趣 爱好 这种科学的东西 在我年轻的时候 实在是太喜欢了 那个喜欢的程度 可以每一天都读这种东西 我不睡觉了 这次当时高中生 就是这样子 我几乎不太想象 我从以前天天背那个死书 我每一天出来的时候 都跑到那个什么外面的图书馆 对不对 从早到晚 我只要不上课 我就在那边呆在那边 冲楼套 里面的书我都拿来看 什么书都看 那段时间死了 但是只有一种书不看 叫做教科书不看 所以成绩又不好 但是又学的东西又特多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那高三 要考大学了耶 糟糕的都没准备好 我是要考大学的前三个月 下定决心 因为我爸妈妈辛辛苦苦 让我去上学 我考不上台大 丢脸之后 没有办法面对家长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倒数一百天 就把自己锁在一个什么叫K书中心 当时刚开始有什么K书中心 然后就进到那里面 就从早到晚都是在那边读书 然后感谢在美书 读书还恩待我 让我到最后还上了台大 调车尾就是 那么在那一年的之后 那清华大学 他们有一个叫动力机械所 他们就希望招取各高中最好的学生 能够让他们能够选择他 选择他们的科系 不要去选择什么台大、成大、交大 他们希望说我们选其那种动力机械系 结果我到那边的时候 那一年就拿到了他们动力机械系的第一名 因为他们有比赛 然后我居然是他们第一名 但是神却不让我走什么天文物理科学这条路 神却叫我说怎么样 你要乖乖的回到族民间好好的安静 我却读了台大农业经济系 然后农业经济系其实在之前是有一个叫台大 现在名字很复杂我都叫不出来 什么生物科技什么什么的 后来那一年大一的时候就代表台湾大学的国际经商会 叫ISAC这个组织被选为当年一年级的代表 去了日本韩国 你们知道台湾要出国 你没有当过兵士走不出去了 对不对 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好像可以出去 现在还是不行 我们那时候是非常少的 那当时大一只有两位 我是其中一位 其他大二大三大四的研究生 但是这一次去了日本韩国以后开得巧 为什么呢 日本啊 Osaka 東京 東北好多的大型城市 我去看一下 天哪 这个国家比台湾大概近乎20年以上 台湾在那时候没有地下铁 没有什么都没有 但他们感觉起来非常非常进步 当时1988年 那个时候的玉仁天皇 就是中日战争的时候 玉仁天皇还活着 我们到了他的名字皇宫 我看了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怎么到现在还活着 然后故事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 我应该要做一番誓言 为中国人这一口气 有时候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们去看 拜访日本的朝日新闻啊 还有好多的大型商社 我简直无法相信 在那个时候 根本没有Internet Internet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能够在30分钟之内 拿到非洲最图 非常非常落后的一个地区 他那边的经济消息 他的信息啊 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和精确度 那边缺什么东西 在1988年 就什么都知道 当时我真的吓一跳 如果我没有亲自看到 我是不相信 后来现在Internet那么发达 我们也看得到 我们半个小时也什么都有了 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 就有争承本营了 然后后来到了韩国的时候 我看到什么 韩国的这个 知道那时候 我们台湾还跟韩国有邦交 所以当时最后一任大使 叫什么州奸上将 那叫大使 大使下面有公使 公主的公使 公使的这个职额就是我们的理论 所以刚刚好我们就这样子就认识 就发现了整个韩国的这个 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 第一任真正的这个大使 竟然是清朝的时候 袁世凯你知道 袁世凯的字还写在上面 很好玩 现在变成大陆拿走 到了89年那一年回来 从日本韩国回来以后 我就看到一件事 韩国当时落后台湾 大概十年左右 韩国落后台湾 至于日本比台湾进步 大概二十年左右 但是距离很明显 我们一去看就有感觉 我在想中国大陆将来发展 应该是先到韩国 再到台湾 再到日本 然后再到欧美 我大概想法是这样 但是欧美还没看过 搞不清楚 就觉得中国应该是这样子 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发展 因为89才民运嘛 就是那一年的时候 隔一年就发生民运 这个事情影响蛮大的 那那一年 发生民运那一年 刚好是我创办了 排大证券研究社的时候 证券研究社就是怎么样 在大学里面不好好读书 天天搞股票房地产 期货外卫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真是 哎呀 这三十多年了 真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戒指不可思议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 神使用人 是使用他的一辈子 比如说 他使用使徒 约翰 他是见到约翰的时候 约翰在捧往 你知道吗 他是捧往的知识 借着约翰完成的 所有的福音书 如果他没有那个捧往的功夫 他看到哪边有破口漏洞 他不捧上去 我告诉你 福音书没有完整 我告诉你 如果他没有写启示录 连整本新约翰 整本圣经都没有完成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借着这一位 他曾经做过这个 他有这一个恩赐 他完成的圣经中 完整的那个信息 很不简单 你看 对啊 你说那个彼得 是捕鱼的女傅 那功夫很了得 对不对 哇 他说要捕鱼去 所有的门徒都跟着他跑了 你知道吗 他是这一号人 是吧 但神说你要成为什么 得人的女傅 是不是 得人的 所以他的的确确 对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保罗啊 的的确确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他在新约里面分量 他在无论到哪里 你就看到他的那个生命的遗迹 你说他所经历的事 这个所有的这个新约里面 绝大多数的书信谁写的 什么把罗罗写的 加佛飞兮 加太尔尼夫所 对不对 哥罗西 这个 我告诉你啊 那 那 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 你以前是怎么样的 这个恩赐 神会大大的使用 只是不是按照你的方式来使用 这个 这个 记不记得摩西亚 他是牧羊的人 对不对 他到有一天到了和列山啊 哎呦 这是圣地哦 你要脱下你的鞋 对不对 那么突然之间他们碰着神 在荆棘中发了火焰 是不是 他怎么知道他是碰到啥呢 你知道吗 神使他 叫他怎么样 把他手中的杖丢下来 记不记得这个事 就变成什么 蛇 你知道什么叫杖 杖有两个感觉啊 有两个概念啊 一个哦 是屏障 依靠的东西 一个是权杖 他是一个代表 他是权柄的代表 这两个概念都有 他的那个权柄 生命的权柄从哪里来 从神那边所说的话而来 我告诉你 这个你依靠的东西 是你本来你为理会的东西 有些人是凭靠他的美貌 有些人凭靠他的聪明智慧 有些人凭靠他的学历高低 有些人凭靠什么 他的钱财 真的他倚靠的啊 难道不是吗 我告诉你 丢下去都是蛇 都是那撒蛋的背影 全都在那里面 你要怎么样 他会怕 对不对 他看到蛇他吓跑了 是不是 但是神说你要重新把鞋捡起来 怎么拿 从尾巴拿起来 他不再是从头拿起来 从尾巴拿起来 什么意思 反着用 这个你是原来身上的那个恩赐和能力 你要反着用 用给谁 神 不再是给你自己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那些功夫 我自己可以活得很快乐 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很清楚 我故事没讲完啊 先快一点过去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 就成立了泰迁集团 泰迁叫泰迁 这个当时我旗下的 我这样讲是很好玩的 因为当时旗下的 34位 有30位大概都是台大电机的 其实有三位 两位是台大机械 我一位是台大萌业经纪 我们是这样搞的 你知道吗 你先想想我们可以搞什么 全部都建宗 全部都台大 因为当时是我们那一群人 只有我看过市面 只有去过日本、韩国 回来就跟他们宣扬一个概念 好像要革命啊 我们现在 这个 丹枪兵马 那个王勇气的时期已经不在了 我们现在是团体的时期 所以我刚刚呼吁了说 大家好啊 每一个人都这样阿门就进来 结果神都不掉了 我记得大三年年印象太深 我带了五位 我们那时候好朋友 这五位各个都是高手 三位是学校里面的社长 一个是资讯社 资讯 另外一个比较好玩 他是卡通曼华社社 这个人很可爱 后来整个的企业非常有名 不要讲大 发生了很多问题 然后还有一位是建宗的时候防守 台大的时候又防守 研究生又防守 这样的一号人物 然后都在里面 但是这个防守 书读得好 人际关系很烂 对人不太懂了 所以我们那里面 台大的电机系 系绊 系绊 就是像学生会会长 也在我们里面 现在我们那一届 全部各封东西 那一年我带着他们几个 单刀直入 到了那个 当时有一个人叫汪大鸣 你们还没记得 汪大鸣那时候 是很夸张的一个人 当时王健娟 也跟他一起 好像是选立法委员还是什么 我真的记不得了 就那时候 我去带着我们台大的人 跑去见这个人 所以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国华人寿 还是什么人寿 我就记不得了 他最高楼 其实没有电梯了 要额外走上去 哇 好像去了那边以后 才发现 连厕所 厕所的那边 都是黄金贴的 你知道吗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是亲自看到 所以我就 天啊 这个故事很多 简单的讲 就是当你看到这些人 你就知道人就是这个事 后来他的历史很悲惨 对不对 我真的很感恩 我如果走世界的路 搞不好 我就哪一天就像他那样 对不对 还好啊 没走那个世界的路 我们整个回来 30年以后 哇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是感恩之旅 然后后来 在大二 大三的时候 我那个两岸三地论文 我就全校 也有时候被提名上去 但是后来 因着爱 哈利无牙 因着我 我实在爱我的妻子 但是我妻子的家人 不太喜欢我 他们都很医生的世家 那怎么会喜欢一个 天天搞股票的人呢 对不对 他看不下 看不起来 我们的书香能力的人 跟你们都不配吗 就是这样子 结果他不要他读书 他不读书 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害到自己的女朋友 二号都说 当场就是什么 休学了 我是大三休学 跑去当兵了 就一当兵 哇 金马奖去 这故事就更多了 那细节不讲 那一年 我跑到关东桥 整个关东桥只有一个连 而那个连就是我那连 而高兴了 认识大家 这个洗澡的时候 对不起 三级的 就是洗澡的时候 只有我最干净 其他都是画龙四缝 你知道吗 因为那年 没有很少有高中毕业生 全部的大部分 都是小学毕业的 哇 真的是印象很深很深了 然后后来 就被挑到金门 这个金房部 然后金房部的时候 也吃过一个苦 什么苦呢 这个金房部的那一届 哇 刚好在我们之前的那第一次 金房部最后一名 你知道吗 后来那个金房部 我们那个邀两管市的市长 从后来做过那个国防部长 他很有那个什么 很有野心 你知道吗 所以把我们这一批 给他操死了 他说你们这一批 下来又一个死命令 只有一个目标 你们截序的时候 要拿到金房部 繁卫图第一名 你知道吗 这个要怎么第一名 你知道吗 那个五千 五千公尺 照三餐吃 早上 中午晚上 天天跑 因为总是有人 他绕队 他总是有人 他现在是19分钟 还是21分钟 一定要跑近 对不对 但是总是有人到二三四分钟才跑进来 你说怎么办 他的比赛 不管你有几个人跑进 只要有一个人没跑进 就整个的 整个团队没有跑进 你要怎么弄 真的 我们这些体能好的很惨 因为我是建宗控手套社长 我体能大概是前五名 所以我不怕 但问题就是 哦 被那些 我们叫肉咖 肉脚 累死了 我们前十几名 全都到店后 所有的跑步 对不对 他们前面跑还蛮好 到后面的船都动不了 两个人拉一个 这样 一定要把他弄到 时间点一定要上去 抱着也要抱进去 我不是这样搞 那五百公尺 你们没想过 爬那个杆子 你们都知道 比胸多了解 哇 总是有人爬到三分之二就下来了 你知道吗 那怎么处理啊 我们很惨 全副武装不能丢下来 对不对 跟着上去把他顶到上面 你下来 他下来你再爬一次 我们这样搞的 所以我真的知道什么叫当兵 什么叫当兵啊 同为当兵的 我们弟兄们啊 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同为当兵的 不能看到别人落对方 了解我在讲吗 你没有经过这个 你怎么会体会到这件事 不会体会啊 我们都是口头说说啊 没有真命的经历啊 生命的经历是要去死的 要去背负的 要去扛的 你扛完了以后就 你不要人家告诉你什么 你就知道 该把什么人带到什么地方去 你自己不要说不是为了你 为了整个身体 为了基督的身体 你都要这样做 阿们 后来啊 我爱我的妻子嘛 对不对 回不来台湾啦 我就去参加金房部军法论文比赛 我拿到冠军 反台价一次 就用的那次反台价 结婚了 没有家长在 只有我们两个 带着我们高大学那些一跳的同学 到那个什么校服上面 全部包下来 我那时候还光头 我还是光头了 但我的妻子真是爱我 我必须要承认 她为了我真的付出了一切 这么好的家事 这么好的 她出生在美国 她环境好了 她只要不嫁给我 都会比现在过得轻松愉快 一百倍 但是她就是嫁给我 哎呀 真是 啊 错 我后来回到金门 我那次啊 被我的姊妹啊 送到高雄的时候 上高雄可能有一个叫古山 那边在等那个船的时候 我的头啊 她那一天就把我 好不容易长出来一点 她给我 她不知道怎么剪头 她把我这边前面都全剪掉了 结果出了不能见人 不能见人 我在哪里是当兵啊 我在军防部古尼童啊 古尼童战事本是要见中外的来宾啊 我结果在室内都要戴帽子 连续戴半年 当过兵的应该会有这种经历啊 你们大概 偶尔会碰到这个将军兰嘛 对不对 一颗星 两颗星 如果在毕业前 退伍前碰到四五颗星 怕利路亚对不对 很难得的 我一次 一个 就一次 七十二颗星全部都来 包括那个李东北都来 哇 真的是混淆 你知道在那边有一个很好的训练 是什么训练 因为大家无法想象 全台湾咱们是泱泱大国 中华民国泱泱大国 人家飞到这个好远好远的嘉宾 都是那个西班牙阿拉伯语 飞到台湾对不对 台湾政府要接待他们啊 除了国事访问以外 剩下就是要带他们去走走啊 我们台湾很大的 要给他飞远一点 就飞到金门 那飞到金门 要到哪里去 每地方去啊 顾民多战士 因为唯一一个打胜仗的是顾民多 其他的八二三只是平手 对 顾民多战士打赢啊 所以一定要来看 外国翻译员就是我 所以我们这个一年里面 接待的钱接获得超过一万多人次 每一天都在接待 都是贵宾 那个立法委员叫普通人 然后就这样子 天天都这样 天天都这样 哎呀实在是 很好啊 我记得顾民多战士 第40年的时候 那一年的特别 一个节目啊 他来 他说啊 在我们当中 挑一个他们最喜欢的 就挑我们 后来我是那个介绍的 结果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都真的播出来 什么时候播出来 我退伍了 我退伍之后 然后播出来 那是我大学的老师告诉我 哎我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你啊 我竟然不知道 我到现在还没看到 我到现在都还没看到 哎呀很感恩 到了92年那一年我退伍了 退伍那一年我就赶回去 我的姊妹早就毕业了 他成为台大的这个 他们系所的那个副教 他因为英文很好 那老师都不愿意放他走 你知道 就希望他帮他过白宫 然后我呢 那一年回来 就完成了台大农业经济系业 学士学位 在那一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台大培股中心 这个陪读中心是我创办的 在之后十几年以后 我到处都有陪读中心 但是我们是最早的 你知道 后来呢 在同一年的时候 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 后面这一个啊 这是我们全家父母 哎呀我现在女儿儿子啊 没有一个喜欢跟我照片照相 他们一想啊 只要跟老爹照相啊 都一定跑到网路上了 网路上一大堆人都知道他们 他不要 所以现在我找不到一张 我最新的照片 一张都没有 他们每一支照相 全部都躲开来了 所以啊 所有的都十几年前了 哎呀 这个是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真的是神很恩待 你知道是什么恩待法吗 恩待啊不是在这个事业上 其实我那时候是事业啊 开创得很快 因为啊 当时啊 就想赶快赚钱啊 要养家嘛 有孩子啊 养家 所以当时的这个 第一个职业啊 你们都没有想到 就是凑盘手 我第一个职业是在 在贝丰啊 在一个二十二层楼的一个大楼里面啊 专门做金融外汇操作 我当时啊 每一个月啊 不好意思啊 十五万起票 然后当时 是事实 那没什么了不起 那时候我就在 功力就这么高 因为同事啊 都不是本科生 只有我真是太大毕业了 大部分的都是中间啊 就在那个里面混酒了 但混酒有混酒的好处 因为他们有经验 碰到一个大的一个行情的时候啊 他们的反应 跟我的反应不一样 所以 平常 我那时候的这个胜率 百分之七十九耶 什么叫百分之七十九啊 一百次 七十九次都是赚钱啊 二十一次都是这样 简单输一点 赶快跑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时候已经这样了 然后 到了二十年之后 为了一个 我那时候是在我们宣服会 跟一位那个 一个会长 美国的总会会长 就是其中一位 然后我们就 他说老弟啊 他把我老弟啊 他年纪比较大 他现在过世 我心里很难过 他说 你那个 你那个 因为那时候我先 有一些数据啊 都是什么 都不是真实的钱 都是Virtual的 就是虚拟的账号 我虚拟的账号非常漂亮啊 就是实实在在地 赚得非常非常多 他说你能那么贵 你干嘛不用生钱啊 我说我哪来的钱啊 我根本没有生钱啊 他说你不要管 我来出 你来帮我弄 我说我这个 我可不敢给你 有任何的承诺啊 承诺啊 他说不要紧 赔光了 就赔光了 所以他丢进来以后 哇 他亲自看到 每一天的情况 真的 他很惊讶 我觉得没什么 因为我们常见 那时候的成功率 百分之九十六耶 问题不在百分之九十六 问题是在百分之四 因为百分之四的那个部分 他动作太大了 因为什么 突然一个什么消息出来 跟我们原来的方向完全相反 啪一下下来 你还没出场 赔掉的是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用了很大的保证金制度 所以我所有东西都是学过的 他是用一比两百 赔一块钱 赔两百 所以他赚好多钱 但是问题反过来 赔一块钱呢 赔两百 他是赔什么 本金啊 所以一下子又赔掉了 就这里 懂吗 哎呀 我说真的是 我看的人 哎呀实在很抱歉 我实在没什么 他说 我知道 我看看我还有没有钱 那个赌信间抢 你知道吗 我说不要了 我不想再搞这个 因为我不是想要害你 我只是希望能够来证明了宝刀未老而已 我只是想要证明这个事 就在今年呢 这个前一百天 你们都有看到 我是有一点分享 我们这一次一百次 因为是一比一 根本没有保证金 所以啊 我做得非常认真的 没有一比一 是完全百分之百 是怎么做到的 神做 这个细节在讲 重点是什么 在生命之余的时候 我在94年那一年 以前啊 就已经做了好几年的这个 股票 来外费这种超过 对我来讲 这些东西都是小cake 就是piece of cake 中文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很简单的事 问题是 简单不一定是神要能够 阿们 你们要了解啊 你有这个能力 神不一定要能够 我后面的故事 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变化精彩 那个只是我还没有奉献 之前的样子 就好像这个保罗 扫罗的时候 刚刚还叫扫罗的时候 他可是大树的高材生耶 加玛列的手下 这个很厉害的人啊 对不对 样样都是精通的 才有办法 不容易啊 但是当神在大马色的路上给他光照的时候 他才知道以前都瞎了眼了 你知道 以前都以为自己是什么 自己了不起 自己都是对的 就没有想到没有那个大光 他怎么会知道 他原来以前都是在可怜平衷瞎眼的那个样子 他不知道了 困苦可怜平衷瞎眼 对不对 我自己也一样 就是94年那一年的一个极大的转弯 这个故事啊 我曾经讲过 不讲了 在传扬杂志里面 曾经登过 很细的登了 所以我就不再今天诉说 我讲的都是以前没讲的 就尽量讲的 然后那一年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的时候 是因为我的师母不想去中国大陆 我是心里面就是想要解救大陆同胞 我是真的很想解救大陆同胞 我这个大中华思想很严重 我爱他们 我爱中国人 我觉得都是 我只是那时候最讨厌的就是日本人而已 我都蛮爱的 就不要我只爱中国人 主要我爱他的子民 我对日本人放下那种厌恶 是到了美国才放下 我发现日本人原来也有爱主 日本人也原来也愿意为主去 你知道吗 还有这种的 日本人爱主的可爱的很深的 我没有看过这个我就不知道啊 我就以为他们印象中就是 烧烧虎 我们的这个中国同胞 感觉就是这样了 后来那一年主就把我带到的 去训练 burden 我們是不同岁了 见一些这种东西 我们 défin us 很多东西 带到美京都给我们 看到 Imponot 真正的精英 很抱歉 這是屬氏的看法 不是屬林的看法 大部分他們要到美國來移民 他要經過好幾層的路 好多人是先移民到紐西蘭、澳洲 然後到了歐洲、到非洲 非洲沒有 到了歐洲、法國、阿里怎麼樣 然後到加拿大 然後最後到美國 然後美國的時候到加州 加州要選定一個位置 到了Urban 這個叫做Urban 了解嗎 你們如果慢慢的對國際的那個觀點 要更深入的時候 你就發現原來還有這種事 反正老大在台灣生 老二叫修爾瑪 我也跟你們講過故事 然後老三叫Xasha 老三叫Matthew 老四是Joshua 我後來代表Limitry Ministry 你們知道在台北 有一個叫信機大樓的有沒有 信機大樓 他在全世界的最核心的一個位置 我就是在那邊 然後我是代表那個整個的機構 然後做他們的網站 網路各方面的工程 都是我最早的 所以我為什麼那麼早 就能夠做到這個全球系的那種 Internet的那種東西 全部都是神安排的 如果他們沒有那個 你知道那個時候是怎麼樣嗎 有一天嘛 他們那個Leader 一個General Manager 就是那個總經理 突然跑到我這邊 好多兇跑去人們打我 他說 喂 你給我賠3萬美金 我說發生什麼事啊 他說 你看看你把我的帳單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說什麼帳單 發一下 哇 花了一大堆錢 你知道那時候 絕大多數像馬雲啊 馬雲啊 阿里巴巴的馬雲 那時候阿里巴巴都還沒開始了 他還在跑載 你知道嗎 他是用什麼 電話線上網 電話線能夠多快 慢的要死對不對 我是他的100萬倍的速度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就是T1Line 是很少的 除了這麼大的機構 他才有辦法搞定 他是40幾個acre的 我們不太了解 一個acre大概1224坪 他是40幾個 我是在這樣的一個機構 做他們的中修的那個電腦工資 我就是Manager 我在這個Department 你就知道我們那時候做多少網路的事情 我看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沒關係啊 就告訴你 從那時候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 突然之間一大的就說 他氣死了 因為他們都省吃鹼用的 你知道嗎 他是發一個Email發出去 就覺得好像十幾塊美金不見的感覺 你知道嗎 後來我說還不是這回事 我就告訴他 我三分鐘我就解決問題 全部的價格全部都盪下來 後面呢 根本一個月都不到100塊 就整個的情況就完全改觀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是在那個機構 不過很感恩啊 99年的時候就帶著我妻子 真正的第一次蜜月 叫做以色列之人 就在這邊 好啦我們不講多了 那時候 99年不是有921大疫症嗎 那一年你們如果有印象 全台灣有一群外國人 白人黑人來到台灣 300多位 那一件事情 我是在美國的同步的 了解嗎 反正沒印象 反正行政院長有接見就是這樣 好 25年的祭司體系 才是我想要跟你們講的盡量主題 但是實在是沒時間 就是這樣 這25年來 神是怎麼樣帶你 生命的雕刻 我現在跟你們講的前半生的 也不叫前半生的 前幾年的那個情形 就打下了科學的根基 打下了這個什麼 經濟學的根基 如果沒有這兩環 我今天根本不可能摸 生活的國度的貨幣 不可能 因為沒有這個能力 然後後來到了這個 這25年 是完全另外一個旅程 叫做神學的旅程 所以我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94年到96年 兩年的 Full Time Training in Anaheim 有完全是英文的 然後跟日本 韓國各地的人 住在一起 所以我跟很多國家的人 有很好的相互 我有一次 因為他們晚上要巡邏 每一個人要職業生都有 我有一次跟一個白人 安排在一起 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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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一半 他突然跟我講中文 把我嚇一跳 把我講中文 講得那麼好 哇 我就感謝主 我以前英文講不太清楚了 我很想找一個外國人想要了解他們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真正的想法 譬如說 是華人帶領的教會 你為什麼願意跟隨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白人有那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 他覺得自己 我是傳福音給你們中國人的 突然間你們來教導我們 他一定是沒辦法接受 他跟我講了幾句話 我印象太深了 他說 Brother Orwin I really understand 我用中文講 他那時候就講 我知道你的想法 坦白講 我也不喜歡 聽那個英文破破爛爛的 然後聽他們講聖經 他就真實的感覺 知道是怎樣 然後他知道一件事情 我印象太深了 這個耶穌基督出於什麼 拿撒勒 別人是怎麼認爲拿撒勒 拿撒勒能夠做什麼好東西 但是耶穌卻是神的兒子 在地上道成肉身來對我們說話 他是為了那個神的道 他來跟隨這分解釋 了解嗎 所以這個事讓我印象特別深 就是外國人有誓獲的 你知道嗎 你只要是講真理 人家會跟的 你講亂七八糟 人家不跟的 就是這樣子 後來就負責他們對外的工程 除了他的網路以外 對外的工作 為什麼要找我 是因為我打破了一個 他們歷史以來的紀錄 你們如果知道 在台灣福音書房有一套書 叫做什麼 話語知識 這個話語知識看起來像什麼 像那個Encyclopedia 就是百科懸殊 像這樣 哇 而且是四十幾年代的 根本沒人要的 沒人看人的 他們每一年能夠賣出一套 巴黎露牙 我用三天的時間賣出三十三套 所以他們突然直接發現了 發現一個寶 然後就把我拆牌 讓我去代表他們去全世界各地 特別是北美 然後去跟教會 跟什麼機構 我們來去分享神的道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有資格講 我跑過了一千多處不同的教會 而且還 絕大多數還是外文 還不知道咱們中文 這就是神的預備 如果沒有這個預備 我現在對教會的真正的生態 搞不清楚 哪一個教會有什麼樣的需要 哪一個教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你根本摸不清楚 因為絕大多數人只做怎麼樣 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 懂嗎 世世紀的時代不就是這樣嗎 每一個世世 不同的支派出來的 他就用不同方式來帶領啊 這就是現在的狀況 教會的狀況常常這樣子啊 不知道自己是被奴役的 要去尋求拯救 然後救贖 然後被引領一段事情 又回到原老樣子啊 對不對 我們教會常常如此 所以我們要改變 改變什麼生態 改變從一般的教會生態 變成真正的國度的Ecclesia 是真正的國度性的 從神的眼光來看 我們應該往哪裡走 OK 好了 那後面的話 就是因為這些時代 然後到了2003年 已經服侍10年左右了 神突然有一天 在夢中跟我說話 他說你能賺得全世界嗎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用這個 因為我那時候新年很想去賺錢 因為我是97年就做Internet 是全球最早期的 在雅虎中文剛開始 這個我都親自算過了 這個簡體字的網站不到22個的時候 我已經是一個國際知名的一個 這個大品牌的那個負責人 而且我們那個機構啊 我們後來做的那個Emana 電子mana 你知道火到什麼程度 在當時火到全美國大概前10名 我們可以快上 我們的那個訂閱戶 有那麼多文章嗎 我當然很想去賺錢啊 因為那時候是新科技嘛 打看打看打看都來啊 隨便人一個 隨便寫一個東西就打看就錢就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很想 我很想是有一個原因的 因為我看到好多的牧者 真的是沒有人支持 我走了一千多處教會啊 你知道嗎 我在好幾個教會 是跟他們牧師住在一起的 我會不知道嗎 我在這一點上 我很有資格講話 有一次我在一個 好像是德州 一個教會的牧師 然後來到這邊就跟我講 然後他真的請我到他家住 生活掌握 找不到什麼東西 真是這樣的 然後他又喜歡我的那些書 二話不說我送給他 你知道嗎 所以我每次都是賠錢的回來 應該是要自己賺錢的 然後最後都是我自己給的 那給了誰負擔啊 你要貼錢啊 那我姊妹實在是 跟著我這家老公都是賠錢的 你知道嗎 但我看到弟兄姊妹這種需求 他有那個屬靈的需要 但他沒有那個屬靈 這個屬世的恩次人之後 你怎麼處理啊 你知道你要辨別啊 你是要給他還是你要賺錢啊 我是給他的啊 那你有給人的就必有給你嘛 所以我必須要給出去 那幾年真的是 真的 賣了很多 這個拿回來的不多 怎麼是故事太多了 我不能跟你們講太多 這個都是secret 然後後來呢 到了2003年以前 我就一直心裡面想 我為什麼不拿我這個恩次 去賺錢養活這些女 坦白講說那誰是這樣 太多 我是那種太多 好像是愛主 但實際上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然後就跟主這樣子啊 大叫做哎呀 主啊你看看我這個功力 我隨便弄一弄也一個打抗嗎 好啊你隨便弄弄看 所以我正要弄 打抗大跌 神很幽默 你知道嗎 他什麼時候都不要跟你講 就是當你真的要用到好 整個市場全部都崩盤了 當那個崩盤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要往哪裡去了 你知道嗎 後來就乖乖的 主跟我講什麼 主跟我講一句話 你能賺得全世界嗎 我當然賺不到 好他第二句話 你就算賺得全世界 你知不知道你服侍的那些人的生活動機 服侍的他的原因是什麼 他能不能跑跑的愛主 你跑不進去 我那時候 只要比上奉獻主了 我還管你是怎麼樣 都是好得不得了的人啊 我全部都支持他們 就是這樣子 我根本沒有考慮過 有些人來到主面前 他是世上的紮折沒辦法要了 然後在主裡面混一口飯吃的也有啊 這不可以的 我們要找哪些人 你在世上 你是可以被造就出來的 但你又願意放下一切來跟隨 我們是要找這樣 身主就叫我 在2003年的時候 就給我很大的一個punishment 你要重新開始 你不要以為你什麼都懂 我要你從一開始學習 天啊 那時候我都是兩個孩子的媽 爸了 還要重新開始 怎麼開始啊 他叫我去怎麼樣 重新讀神學院 不要以為我聖靈國爽 就會讓我覺得死定了 所以我這樣重新到神學院去聽課 我第一天聽完以後受不了 我說那個牧師講的都比我爛了 這個從頭到尾 身經根本不熟嘛 我就心裡邊地步地步 我很不舒服 我很不舒服 我就夾在那個屁股後面 還有幾分鐘 我就這樣子走 很快的那種態度 然後我回來 我一路走 一路跟祖說 你叫我去 他們有什麼東西都學不到 你又叫我什麼 他就會問你 你真的學不到東西嗎 仔細想起來 你還能學到什麼 仔細再想 仔細再想 這樣沒有啊 然後 你再想想看 有啦 有一屆次 就是我如果跟他一樣老 我絕對不可以跟他一樣 結果 哇 那個阿嫩很大聲 阿嫩 我就是要你學這件事 我就是要你知道 你不要到老時候也開 哇 這個也可以學東西啊 是啊 你就這樣去學 後來我是這樣子 我花了時間我就不會浪費 你知道嗎 我跟你們講一個故事 我曾經在前兩年的服飾 為什麼人家要我們全世界 是因為我跟人家花時間的態度都一樣 一般人 就是我們這一班一百個人 對不對 兩個兩個出去團比一對不對 單張一百張 你發完就回家了你知道嗎 大部分對不對 就我內主的資料 我內主發到 只剩下十張我就說 哎 你怎麼拿 就說發這樣子的發法 太沒意思了 我們來發張單張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要得人啊 目的要把人帶到主面前啊 我們現在九十張 你說哪一個是被帶到主面前 沒有啊 好 這個十張 只有那些要被帶到主面前 我們才發 沒有的就不發 你們這樣都可以拉 好阿曼阿曼唱歌 就開始了在那個大話就有在菜市場面前唱歌 你知道嗎 唱了一整個下午 人家是早上到中午回家了 我們是中午到下午五點 那十張都發不完 你知道嗎 這個時代要找到得救的人啊 很不容易你知道嗎 那十張能唱到晚上六七點的時候 我們全把晚的哈利路亞回家去了 那兩個禮拜以後 人家那個教會的那個長老突然說 聽說那一天的晚上居然還有人在發單張 誰啊 我還以為是那個華盛頓上看到伊朗書 然後做了壞事 然後被人家逮到的時候 是我 然後那個長老說 哈 是你啊 哎呀 弟兄啊 我們就是要這樣的人啊 不是神啊 我們不是是這樣來的 就是你看待你的生命 你的時間是怎麼盼望的 你不要先想 哎呀 我來教會 我是要得什麼東西 我不要你這樣想 你要先想 我能夠為神怎麼拜上什麼 你這樣的想法 神一定用你的啦 阿門 就是態度不同 所以我那時候到現在 我今天一想很深 我們同一年出去一起學習 對不對 一百多個人啊 二十年之後剩下的不到五個 我到現在還活著你知道嗎 哈利路亞 感謝讚美主啊 後面的十年 我就真正老老實實地聽 當聽下主的話以後 這十年我每一堂課 我的態度變了 我以前是用我所認識的來 來審判他們 來評價他們 我認識的 我當然覺得我認識得多 我真的會這樣覺得 但我後來我把我的那個 自己那部分丟下來 不要看 我就看他講的有沒有任何一點 是我不知道 聽得懂嗎 不管那個好與壞 只要有任何一點 是我不知道的 我就學那些東西 我態度改變了以後 我發現每一堂課 其實還可以學到不少東西 然後後來這個 你知道嗎 從第一年開始 然後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就是基督教的研究碩士 兩年 人家搞三年了 我兩年 多一點點我就全搞完了 因為 我要養家糊狗啊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在那邊混 你知道嗎 我就很拼了 人家一個學期拿了十幾個 十七八個學分很了不起 我到二十三個學分 這很拼很拼的 才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好 那後來怎麼樣 讀完以後 讀完以後 我真的不想讀了 我覺得這個時代 不是我應該走的路 想要出去打魚去 你知道嗎 我那段時間 我就要想辦法養家糊 怎麼養家 我那時候就開始用網路的方式 連接著全世界 很多很多的Provider 什麼樣Provider 你們大家很難想像 像石油的這種Provider 就是石油的這種大廠的公司 結果 我們當時1927 應該是2005年的時候 已經連系到的都是很頂級的 就俄羅斯的那個石油大公司 下面什麼 所以我還為了這個石油市 還跑了這個印度一趟 所以我故事很多 就是因為這樣的好像在過程中 那時候掙扎的時候所經歷的事 那故事不講 那後面 這個政道神學院 他就覺得說 神學教育太重要了 缺乏神學老師 他們想要就是在 已過了大概兩三百個學生裡面 挑選幾個來 然後給他們全額獎金 然後讓他們能夠成為神學老師 我是第一屆的這個四個學生的名字 其中一個人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黃埔軍校第一期你知道嗎 從那個黃埔軍校第一期 到十年以後才不出 還沒出十個出來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因為這個THM很難讀啊 神學措施很難讀啊 六七種語言啊 你看到哪一個都要去弄 這個頭髮會白的你知道嗎 很累的 後來慢慢慢慢 所以我就很奇妙了 然後再經過了好多年 MDIF DEMIN 就是Doctoral Ministry 就是教務學博士 我在2013年 前前後後後十年 才完成 這十年中 有太多太多故事 而在這個十年中 就在2006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THM的神學措施第一年 好幾個神學院都沒有老師啊 我才第一年 學生就變老師你知道嗎 就這樣子啊 好幾個學院啊 真是缺老師 師資太缺了 從加拿大 溫哥華到這個 我後來去那個什麼 英國 法國 意大利跟俄羅斯 反正後面啊 就參與了各大神學院的教 教學的事工 我大概是三所神學院 他們能夠被認證的主要的 我不敢講工程 因為我是主要的推手 就是三所神學院都拿到ATA 什麼 Asian Biological Association 就是亞洲神學聯盟的這個主 就是認證 而我都是那個他們這三個人裡面 主要在這件事上幫助他們的 好 然後後來就在2013年啊 就是正式成立的這個文修金會 那因為神不要我做那麼多 記不記得我跟你們講過 2013年的年底啊 到了耶路撒人的時候 神跟我講 Whatever you can do is whatever you can do do you desire to do 反正還要幫你解決 你所做的都是你能做你想做 但不是我要你做 阿威打了好幾個耳光回來 最後面花了20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花了20年啊 那時候都快哭了 我說蛤 我這樣的服侍你 不是你要我做 那我做幹嘛 那前面的時間是幹嘛了 前面的時間啊 都是在育娘裡 在做什麼 你今天將來成為什麼樣的人 跟你之前經過什麼樣的歷練 也很有關係 好啦 我們時間很有限 後來從05年開始 到印度 新加坡 南亞 然後06年到16年 就在英國 法國 俄羅斯等等國家 然後服務過的機構啊 都在寫在這上面 然後就非常非常多 這非常多有什麼意思呢 就表示啊 所以不要我待在一個地方 其實我好幾次 我都很想就待在一個地方 因為那時候環境很好 然後在那個Mission Miracle的時候 我的家都好漂亮 因為那邊啊 是我在服侍的一個單位 一個教會啊 他的這個長老 他的這個長老 他是整個美國 當時除了Penta Express 然後是大概全球 第二大的鏈所鏈的老闆 是什麼鏈的老闆 中餐鏈的老闆 叫Chopsticks Penta Express 這家公司 我們的會所在哪個地方 在他們那個 就好像麥當勞大學 他有一個Penta Express 那個大學 他那個大學裡面 整個的會場 都是我們聚會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啊 他們的公司啊 很少華人 百分之七十幾 都是墨西哥人 然後他們的華人 就是他們的一家 我都華人 我好像被那個 被人家 安排過去 照顧他們自己家 這樣子的感覺 你知道 後來就是那個地方 我學到泰國的東西 我看到一個企業 他是怎麼要增長的 這位弟兄啊 他年紀比五大 他在上海 從明島的人 從明島出來 然後到美國 是學音樂的 學音樂的 竟然開啟餐館 然後開到整個全世界 他們當時要目標 是拿下全球一定名 哇 我那時候聽到他的時候 十家 二十家 三十家 四十家 五十幾家 你知道什麼叫一家 一家是一百多萬的一個裝潢 裝潢就一百多萬 他那時候已經到了兩百多家 非常主人一個人 所以你看到他的 做事的方法都不一樣 我看到他怎麼做好 他是這樣子做事 你很難想像的 大公司老闆 到一家店 裡面都是他的人工 是聽他的對不對 他進去以後都不講話 看到地上有什麼髒東西 就撿起來 他沒有講任何一句話 他就直接撿起來 跟你們聊天的時候 一邊擦那個 用模糊 幫你們擦一擦 聽懂嗎 什麼都不說 然後進去 你們都還好嗎 這邊啊 這個東西要怎麼樣 然後我就幫你做 他是幫你做 他不是指責你沒做好 人家是這種老闆啊 功利 我們沒有看過 我是不知道的 我就看過了 哇 原來有這種事 你心裡面有什麼感覺 你會學到太多東西 老實是在這樣的環境中 學習成長 今天 再 真的有 好啦 不講太多了 後面的話 就是 我們下午講吧 好不好 下午講吧 再這樣的話我就虧欠主了 這個是這三層的經歷 養成教育 才能在下午來服侍 什麼叫做KFG的工作 我就告訴你 都是血淚啊 它不是那麼高興的事 它是被迫的 慈神奈索 要你怎麼樣做 你還不能不這樣做 所以我們走這條路 真是很多的哭泣 很多的流淚 但是 我是知道 在這個後面 必有這個 會慈愛隨著我們 好不好 我就把這個時間 交給我們牧師 因為現在時間真的到了 秋子保守 感謝大家 謝謝弟兄們